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受自然悠闲的空气 这里是西螺 因为于浊水西下游 土壤肥沃辽阔 又有丰富水源可供灌溉 成为农产丰饶的股仓 造就了西螺的酱油产业 蔬菜生产 西螺米等特色 在西螺部分 它是一个土地非常肥沃 很适合农业发展的一个所在 尤其是我们的丘味 西螺米一方就非常有名 就是日本时代甚至是日本天荣 基点的一个食用品 这个西螺当地的荣民 大家也非常认真 不断在这个财政的技术上求精进 所以西螺米不断说品质好 而且是绝对安装的产生品化 西螺还有一项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导演 是怎样这个西螺都有这么多有名 当然它是聚落而且它有悠久的历史 百年以上的这个酱油厂到处都是 开门基建是柴米油盐酱素餐里面 这个西螺最有名的酱油 是一个地方 云宁县政府从105年开始 我们有推动了一个云宁县西螺大桥米酱产业发展的一个计划 第一步就是说把在地的这些所有的业者都来做一个集合 然后透过大家的一个相互学习 相互分享 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计划 我们主动对外出击 那所以包含说是在106年107年 其实我们都有参加包括说台中的休闲食品展 还包括说旅展伴手旅展 这部分我们都有积极的协助这些业者来参与这样的一个 在地旅展跟伴手旅展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西螺延品老街繁荣发展促进会呢 在106年的时候呢 经由县府的一个米酱计划呢 得以重申 那透过这个计划案呢 我们今年呢 也举办了一个米酱小镇生活节 透过这样子的生活节呢 然后集结了所有我们西螺的特色商品 不止如此 我们还有成立两个专卖店 一个是米的专卖店 另外一个呢 是一个特色料理的专卖店 希望游客呢 来到这个专卖店呢 可以一站构筑 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为米现在有很多的那种 就是它的品号 那每一种米有它的特色 像16号我们可以拿来做寿司啊 还有台庚9号煮的饭非常好吃 来看一下哦 很漂亮的一个 这个不仅我们来的那个游客 可以把它当成伴手女拿回去 而且红色的非常喜气 这个也可以就是订婚的 礼品也可以来做这一种选择 因为我们云林县是孕育了很多美味的食材的地方 也是一个农业大县 我们结合了佐水溪的白米 还有在地的百年酱油 我们结合这个百年建筑物 用一些古早味的料理 比如说三杯鸡还有卤味 还有红烧牛肉面 然后可以来这边这个氛围 在百年建筑物下吃一些美味的东西 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在美食文化人文风情的交织下 西螺小镇的发展不再只局限于农业 与生产加工食品 在米酱产业的发酵后 带动了西螺镇的观光产业 未来的发展更是无可限量 我们针对这两项最重要的农産品 我们的产业工作 除了在持续协助我们的入口 建筑中央的经济部 还是管政府建设处的補助 我们工作 每年我们都会有办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西螺的观光文化 不断在推广 让我们的米酱 可以还希望说 可以整个辅导 让我们的业者 再继续持续 办理各种农村小旅行 还是食农体验等的 我们的专业活动 让更多的消费者 可以来设备到我们西螺的好美 我们西螺的好豆油 即便在这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 仍保有朴实风情的西螺 而这样令人着迷的历史小镇 将远远流长地传承下去 让更多来访的旅客 品尝到这一股浓醇香的米酱小镇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